大家好 我們是群島智慧遊戲校園組 大家好 我們是這次DSC改變企劃的主人 然後我提前要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玩過在圖書館那邊有一個勇強真達小遊戲 有玩那個舉手 好 首先先來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是我們改變的地點 是圖書館前的柱子 然後這個柱子上面只有一個秀調的擴音器 沒有其他裝飾 我們真的很想聽而已 整天去衛宿 我們就做了這個 我們想要改變另一個地點是健康中心堂的展望柱 因為雖然那邊有放很多同學們的作品 當然是減少有人去欣賞 我們就想要改變這個 讓大家在玩的同時也可以欣賞到那些美麗的作品 我們這次的改變方法 第一步上網查詢各種題目 或是我們從校園題目 校園的植物裡面出題 我們第二個改變方法是 給時間更換一次題目 以及在每次舉辦抽獎 吸引同學們參加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左下角這邊有一張圖片 這是我們別班的小朋友們 玩我們遊戲的畫面 那第四個呢 我們在三到六年級 身體時上台宣傳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右上角的那張圖片看到 然後這是我們採訪 我們段集裡面的同學們的感想 請大家欣賞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是有一點雜音 然後就是用手機拍收訊不是很好 這點小人要剪兩下齁 但是主緣 我們就是會有些問題 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意見不同 怎麼解決 我們有人提出更好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人不太想做 我們怎麼解決 動之以停 小之以地 大家知道不知道自己上門去查 第三個問題是 練習很模糊 不清楚 我們解決方法就是 自己在電腦上調整相處 第四個問題是 沒有彩染 解決方法是 請老師給予寫術 第五個問題是 查無資料 解決自己想自己話 這是我們 排檔我們 最親愛的 教務術組合 羅子合 老師 不錯 好可憐 好好好看 那 hour 好可憐 呵 人家 哪 沒有出貨的 下一個呢 這是我們非常專業的班牌 不吃藥 然後以下是我們採訪四年級同學的感想 然後下一個也是四年級的小朋友 沒有 好到這邊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謝謝大家來觀看 接下來我們要報告我們的DFC的心得 我覺得這次我們DFC的心得非常的有趣 因為呢有許多中高低年級的人都有去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每次去搜答案子的時候都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都能收到很多張 然後在一個星期內就已經超過一百張 謝謝大家 謝謝你